新赛季联盟有两位高空为商与回归 受到了球迷们的期待 两人已经表示会帮助球队提升战绩 他们是活赛21年撞元秀Kate Cunningham 和篮网队的16年撞元秀Ben Simmons 大家好,我是Terry 首先,CC表示已经100%痊愈 并准备好在职业生涯第三年 率队打出优秀表现了 他说我只想成为一名杰出的领袖 成为一名最好的队友 我要帮助球队提升防守等级 帮助球队赢得更多比赛 这位选修大年21年的撞元秀 CC上赛季只打了12场比赛 就因为左腿硬力性骨折而赛季爆销 伤前他有场均19.9分 6.2篮板6助攻的表现 CC缺席的活赛队没有核心 缺乏经验 最终只取得了17胜65负的战绩 是联盟最差的球队没有之一 而Kate Cunningham的回归则被认为 有机会让球队的战力重新凝聚起来 整体实力至少应该上升一个档次 其实在今年夏天 CC康复之后 曾率领培练队以47比39 将美国国家队击败 在那场比赛中 他全场四投四中 三分球一投一中 得到了11分两篮板6助攻的数据 在进攻端不仅非常擅长 利用自己的身材优势去得分 更能把队友们很好的串联起来 将持球大和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受到了美国国家队教练组的一致好评 而在活赛队 CC也被认为有机会让年轻球员们变得更好 例如二年级新秀Jaden Avery 虽然冲劲很足 但常常没有降速意识 有Kate Cunningham在他身边控场 Jaden Avery有望打得更加聪明高效 另外一位二年级新秀 小魔兽之灵赌乱 夏天常常和CC一起训练 并同样作为陪练队成员 打了多场练习赛 两人的挡拆配合 很有可能是新赛季活赛队进攻的一个看点 至于今年五十位新秀 天赋出众 能攻能防的Rside Thompson 同样期待在CC旁边打球 快速成长 Thompson说 Kate Cunningham打球完全不像一名才22岁的球员 他的控场和领导能力 就像一名在联盟征战了10年的老将一样 我准备好和他学习了 总之 新赛季的活赛队如果没有CC 很大概率仍然是联盟最烂的球队之一 而剑队核心CC的回归 则至少让他们有了大方向 同时也有了能打出让人吃惊表现的可能性 而主帅蒙蒂的加盟 则有机会成为球队成长的催化界 至于今年的季前赛 活赛队的第一个对手 就是蒙蒂的前东家太阳队 接着是另外一位状元秀 高空位西地西蒙斯 和CC一样 西门也表示自己100%痊愈了 这位在夏天再次成为休赛期MVP 并于最近被频繁晒出训练视频的球员 已经夸下了海口 他说过去的几个月 我都专注在恢复自己的身体 专注在找回状态上 现在我感觉很棒 事实上很久没有感觉这么棒过了 希望在新赛季可以打出优秀表现 上次一季篮网队经历了很多事情 欧度两句投了一队 那时辞职 而西蒙斯受到伤病困扰 也只打了42场比赛 场均得到6.9分 6.3篮板 6.1助攻的数据 全季三分球 两头零重 罚球命中率43.9% 为生涯最低 好在当时篮网阵中虽然没有超距 但还是有一些整体素质不错的潜力球员 最终上赛季取得了45胜37步的战绩 接着在今年选球大会上 篮网队也收获不错 一轮21顺位选到了来自于阿拉巴马大学的内线体能官 Noakoloni 一轮22顺位拿下了来自于杜克大学的 前五星高中生白头Whitehead 还在第二轮51顺位 选中来自于堪萨斯大学的极战力 Jillian Wilson 他被认为有可能是本届大会上最大的简陋之一 新赛季如果西门可以延续休赛期的状态 找回巅峰期的八成功力 那么对于篮网队和篮网球迷来说 必然会是一个惊喜 毕竟在这个过渡时期 球队有年度这家新秀 三届全明星坐镇 整体气势会看起来不太一样 但有些球迷担心的不仅仅是西门的身体 他的精神力意志力有没有加强 似乎才是重点 篮网队季前赛第一场比赛 对手将会是洛杉矶活人队 兄弟们你们怎么看这两人的回归呢 这就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